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甘国栋神父 今天是常年期第七周的星期五 在今天的福音当中 当耶稣与群众在一起的时候 有几个法利塞人前来询问耶稣 有关于许不许丈夫 修妻的事 修妻在古代 两性不平权的环境当中 很容易产生 甚至在近代也是 我记得我小的时候 如果隔壁的邻居的先生 对妻子有什么不满意 常常很容易讲出的一句话 就是你准备好你的包袱 你回到大三辈 回到你爸爸那里去 意思是说 你不再属于这一个家族 你回到你父亲的家族去 这对女性来讲 是一个很大的羞辱 同样的在耶稣的时代 我们回想 耶稣的母亲玛利亚 未婚怀孕的事 当他的未婚夫 若瑟听到这件事 在玛窝福音第一章十九节提到 若瑟有意 暗暗地修对他 因为他不愿意公开地羞辱他 所以在耶稣的时代 同样的这个事情也会产生 所以耶稣也用他们所熟悉的法律 来问他们 有关于这件事情 他们的传统 玛瑟的教导是什么 所以法利赛人回答 梅瑟准许他们修妻 耶稣很简单地告诉他们 梅瑟许他们修妻 是因为他们心硬的缘故 我想这也是在婚姻生活当中 最大的困难 当一方不再爱另外一方的时候 当他的心意在改变的时候 往往他就不再尊重对方 不再接纳对方 所以在今天的福音当中 耶稣用非常简洁的话 指出婚姻生活的困难 所以在教会的婚姻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 两个人的合议理 是让这个婚姻赋予意义 跟价值的所在 所以在婚姻的誓词当中 我们会看到双方彼此的承诺 我磨磨磨接受你磨磨磨 做我的先生或做我的妻子 从今起 不论环境的顺利贫富 疾病健康 我都要支持你 我都要接纳你 我要一生守护你 所以有了这样的一个承诺 在具体的生活当中 逐渐实现 会让这个婚姻赋予意义跟价值 所以在报纸上 我们常常看到 这些所谓的外籍新娘 或者是大陆的配偶 他们来到台湾 他们不见得都是贪图 这些外在的金钱 利益 我们也可以看到 当他们的配偶又老又病 又穷的时候 他们仍然能够秉持着 当时他们接受这个婚姻 来到这一块土地上面 他们的认同 也让我们想起了 在耶稣的祖先 在卢德传 在卢德身上所表达出来的 不论他的婆婆到哪里去 他跟着到哪里去 那他所信仰的神 就是他的神 他的天主就是他的天主 所以这在在地表达出来 对于婚姻的认同 对家庭的认同 能够改变一个人 能够赋予他 有价值 有意义的事 所以今天在福音当中 耶稣不但指出来 婚姻的破碎 是因为新印的缘故 同样的 耶稣还强调 天主的价值观 远远超过 他们的传统跟法律 所以耶稣 引用了创世纪 所讲的 人要离开父母 依附自己的妻子 二人成为一体 所以他们不再是两个 而是一个 耶稣接着再强调 天主所结合的人 不可以拆散 所以在这里 我们看到 天主的自然律 远远超过人的法律 天主的爱 能够帮助人 能够突破生活中 很多的困难跟挑战 最后 耶稣也在 结束之前 回到家里 跟门徒们 交谈的时候 更强调一点 纵然是在一个 两性平权的社会当中 如果一个先生 修弃他的妻子 在这里讲 如果他另取 就是犯奸淫 同样的 如果一个妻子 舍弃他的丈夫 另外再嫁 也是犯奸淫 所以在 耶稣的宣讲当中 很清楚地看到 两个人 彼此的相爱 彼此的接纳 是维系 这个婚姻的基础 当一方不再爱 另外一方 在内心 移情别恋 是造成这个婚姻破碎的基础 所以 在 一个 走向 多元 自由的环境当中 人的选择是什么 如果 没有我们的信仰 我们很难 回答这样的一个问题 希望我们的信仰 能够帮助我们看到 幸福 家庭 幸福婚姻意义的所在 愿天主祝福大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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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